这个话题最近登上了热榜 就是在吉林最近举行了一个世界 锅包肉大赛落幕了 然后吉林就干脆顺风顺水 成立一个锅包肉办公室 要用这个锅包肉办公室属于政府的 用这个来推广锅包肉 那过去我们看到山东自博烧烤 还有甘肃天水的什么麻辣烫 都会就一阵子就风靡一下 麻辣烫现在台湾也很火 大陆也是一样 一阵子风靡一种食物 然后很快的退烧 又开始另外一种 那锅包肉是什么 佑老师锅包肉是什么 刚刚举时的跟我讲 这有点像是糖醋排骨 我看了一下它的食谱 它有点像是糖醋里肌肉 对不对 首先我必须强调 因为这个食材做法有很多种 对不对 当时我也是稍微参考了一下 确实有点像糖醋排骨 只是它是东北菜 东北菜这三大特点 第一个就是量大 第二个的话重口味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一定管吃到饱 管饱 一定管饱 你看看在我这个年龄 大概我们三个就和解 吃它一盘肉 差不多 我们哪有办法 它应该是裹粉下去炸 然后这个糖醋汁 大陆都会加点辣 但是它那个粉本身 就是在裹粉之前 它用它的那个佐料腌制好 这个佐料起码二三十种 各式各样的 然后在腌制的过程当中 用粉这样子 所以说用那个肉来锁住 它那个腌的那个料 然后用这个炸的方式的话 来让那个肉保持着新鲜 这个确实是蛮好吃的了 对为什么叫锅包肉 我今天查了一下 因为它以前叫锅爆肉 爆炒嘛 那讲的讲的就叫锅包肉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的糖醋里基 只是它有辣 然后它切得特别大 对不对 东北菜大家知道很豪迈嘛 对对对 这个豪迈就是我们汉族是吃炸的猪肉 回族是吃炸的牛肉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吃过到那个四川 成都去吃那火锅 它有一个菜叫酥肉 酥肉是没有上酱汁之前的锅包肉 没有上酱汁的锅包肉 其实也蛮大块的 对大家就看到 东北就非常豪迈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是比较有趣的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吃过锅包肉 然后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严肃讨论 因为它是用政府的资源 成立一个办公室 那过去大陆也有什么馒头办 有没有包子办等等之类的 所以也有人讲说 这是在帮公务人员增加名额吗 增加这个就业机会吗等等 那到底有没有效呢 所以引发了一些很多民众的一些热烈讨论 当然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其实台湾有些餐厅有卖锅包肉 真的有 有我们在台湾有不少东北人 对下次大家可以点菜去试试看好不好 那一如预期的 在这里习近平跟普丁又再度见面 大概是一个半月之后 那双方再度见面 当然习近平还是有一番的表述 就是要防止新冷战 团结全球南方 那他来之前按照一定的外交操作 他也是投诉给哈萨克媒体 一大篇有没有北极反对霸权主义 武力政策还有集团对抗 倡导多极世界 就向来都是中国的主张 那非常有意思 普丁也已经到了 当然也是盛大的欢迎 你看到普丁接下来就是俄罗斯媒体公布 他要跟土耳其的领导会晤 然后习近平呢 然后另外纽约时报的观点 就是这个对领导人危机 是习近平给普丁的一个大礼 然后美国即将为两国提供绝佳机会 重申美国即将崩溃的叙事 好这个上和峰会 当然几个亮点 一个是接下来就是中国是轮值主席 一个是习普再会 对不对 另外一个还有在 就是说伊朗也到了 伊朗也到了 大家知道中俄一 再起来三个加在一起 这是美国最担心的一个组合 然后莫迪没有去 因为说实话上海 上海合作 莫迪就是不想去 他没有去 所以派了一个外长去 他的外长也到了 今天有画面出来 然后但是他过去是高调出席了 这个金砖的外长会 高调出席了这个G7 记不记得 那次高调出席G7 6月13到15 但这次说行程排不上 所以他不能去 派了外长去 但是在上和结束之后 我看到大陆一个标题很有趣 就是普丁结束上和之后 要立刻回家等莫迪 对这个莫迪 确定的时间 大概是7月8号 就要到摩斯科去访问 这个见普丁 那一日快闪 一天的访问还蛮特别的 然后他宣布跟伊朗合作 开发这个恰巴哈尔港 然后又宣布扎90亿美元 重启这个印度经济走廊等等 有一个分析 我问一下叶老师 这个凡是中国主场 莫迪就想把他搞凉嘛 大家知道他是世界的中心 一定要站在G位 跟中国关系确实很不好 那他是想绕过中国 单独打造一个硬二一三角吗 打造的成吗 国际政治学 国际政治哲学里面讲的三点原则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本身的实力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要讲求这个盟邦的关系 第三个就要讲求本国的利益 印度本身只注意本国的利益 完全忘掉自己的实力 印度本身 但是我必须强调印度的实力是那张嘴巴 印度的嘴巴很厉害啊 非常会忽悠别人啊 大家要了解在印度本身 这次我比如说 上个月在瑞士召开的 所谓的这种和平峰会 一场非常荒唐的会议 居然要为乌克兰开了一个和平峰会里头 不邀请俄罗斯参加的这种 俄罗斯是战争国家不参加的情况下 要谈什么和平 印度参加了 印度参加以后 拒绝签署最后和平峰会的结果 那个普丁蛮高兴的啊 非常高兴 印度本身的话呢 只会搞这种左右逢源的事情 我必须要强调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我的同学印度人 他们谈到了印度 都认为印度 印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 任何事情都要站在C位 感觉上 因为很多人看到印度 以前我们哲学界有非常多人 一提到印度 哇不得了文化悠久 死人跟活人过得都一样 感觉到人都活在天上一样 就是像反正你有很多对于宗教的热爱什么的 印度人把这个事情当真论子 认为自己非常有地位 然后呢 这个表现出来各方面 现在印度跟美国 还有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就是它自己拉拢之间的伯仲之间 一个折冲的关系 印度本身非常注意这个 印度跟中国之间是有领土上的这种问题 他怎么可能会支持中国立场 上和会也好 金砖峰会也好 一带路也好 请你都注意一下 印度本身都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印度本身这个国家就是靠不合作态度出来的 他非常懂这一套 但是呢 他跟俄罗斯竞争往来的话 就是他前期 早先的时候武器完全依靠俄罗斯嘛 所以印度基本上的话呢 愿意 所以印度基本上 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 印度人把自己当成白种人 但这个莫迪这次到这个莫斯科去 这也是这个俄乌战开打之后 他第一次去 那当然了 因为本来美国就已经怀疑你 印度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从头到尾不骂俄罗斯 你要买俄罗斯的油 是不是 有一天搞到 现在这顾忌都没有了 对 俄罗斯的外长苏杰森 有一天火大了 就直接对布林恩讲说 你不觉得我们很聪明吗 油便宜的时候就买油 油贵的时候你买什么呢 所以说美国拿印度都没有办法 印度基本上的话这个精神很厉害 但是印度从来从来就不愿意 支持中国的立场 他会感觉到上和会啦 金砖峰会啦 一带一路 这个中国都是主要的主角 中国不想当主角 但是人家却明白的知道 这几个会当然中国是主角 那普丁自己也讲了 我们本身来讲 就是跟这个中国关系好得很 主要就是在上和会 他自己不是最近也发表 就是上和会重要的不得了 他也去了 那这个莫迪就不愿意去 莫迪最近麻烦大的不得了 你说印度最近有三个机场都塌了 那是本身这种基础建设 要怎么样管的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食灾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